美国总统拜登证实哈马斯释放的第三批人质中 包括了拥有美国籍的四岁女童阿比盖尔·伊丹 他的父母亲在上个月期后 哈马斯武装突袭以色列期间遇害 他自己则是与另一个家庭被劫走 并且在刚刚两天之前度过四岁生日 而美国会继续的努力直至每一名人质获失 拜登又说美国争与以色列及区内的其他国家一同努力 让这次战时停火能够延续下去 使更多人员能够获失 以及更多人道物资送入加沙地带 救助更多无辜的巴勒斯坦人 不过他目前不能肯定这个目标是否能够达成 拜登当天又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 两人同意继续努力确保所有人质获失 内塔尼亚胡也向拜登表明 以哈临时停火协议结束之后 以色列将会全面地恢复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但是他也欢迎延长停火协议